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印度房脊 Coculus Indicus 在古时 印度房脊是用来一种令到鱼分碎的毒药来的 令到鱼容易触臂触暴 所以我也看到 印度房脊是会令到人的感觉器官受到干扰 在干扰中心的病毒药来的灵状 还会出现很多醉酒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它是用来加到啤酒中 令到它容易酥 加强它的醉酒的能力 好了 印度房脊也有时用来熬汤 用来洗头来处理那些头膝 或者身体的膝 在体质方面 印度房脊是适用这些头发比较浅色的 膽小的 神经质的人 或者书带子 或者未婚的没有浅文仔的女性 以及有些敏感的罗曼泰克的女性 它通常是倾向于用在一些头发浅色的女士 尤其是在怀孕期间出现很多的恶闷 嘔心和背痛这些症状 印度房脊是很适用于一些医疗的工作人员 护士、医生 应该乘入常避在身边 尤其是一些座产士 他们可能要熬夜 一个星期可能设身两三个小鸟 这个疗剂是很好用的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你的时差出现问题 你的生命始终干扰了 所以这个疗剂的药精 不论需要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 因为失眠 睡眠不足的关系 睡眠不足导致的问题 其实都很一大串 比如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头痛 因为它不够分而导致了 静联出现 可能因为情绪低落 很疲倦 神经系统的症状 因为太阳症状 准处于症状 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很多问题 会因此而出现 主要是如果他们睡觉 平时睡觉 九个小时 他一定要睡足九个小时 如果任何有小时 一个小时半小时 他的症状就回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记住 印度防止很好的疗剂 如果有些人因為要考試 或者要預備測試 或者有些人因為要照顧一個 家裏有個病人或者臨終癌症的人 他可能要幾個星期或者半年 都睡得不好 或者有個家裏出現初生嬰兒 要照顧令你一晚睡得不好 整幾個星期晚上都沒有足夠的睡眠 你也可以用印度防紀作為一種預防的應用 因為你知道你有壓力來 你的人整體精力都下降 所以你知道很快就會影響你整體的健康 所以很多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為了一個照顧臨終的病人 或者有病的病家人 就是二十四小小小的照顧 所以你自此之後你整個人就虛脫了 所以你跟著就感覺到沒有了精力 還有就只剩下一種很空洞的感覺 所以這個空洞的感覺是一個主要關鍵的症狀 比如好像肺、胃、腿、腿、腳 做一種很軟弱的症狀 還有就是因為失眠、睡眠不夠一段時間 導致整個人疲累了 這就是印度防紀的 印度防紀本身也含有一種毒素 叫Picrotoxin一種毒素 在有些地方 比如印度、斯里蘭加的地方 有時候那些強盜 就用這些植物放在啤酒裡 就被一些旅行過的商人 經過的地方 就被他們服用喝這些啤酒 當然喝了這些啤酒之後 那些人就會昏迷 昏迷不盛 於是就被這些人搶了 所以這是一個在草藥裡應用的歷史 一種情況是 印度防紀是應用一些人 即是睡覺醒了 都感覺自己不熟 還未曾清醒 好像未好睡過 我們叫他這種朦朦朦朦朦的睡眠的人 他們通常說他自己從來都沒有睡過 其實他們都有睡的 不過感覺上他好像未曾睡過 這種長期的慢性的失眠 經常忘記了他自己有睡過 很多時候在睡眠的實驗室裡觀察到 其實通常這些人都有睡過兩三個小時 但他通常醒一下又睡了 都忘記了自己睡眠過的情況 當然他們會很累 而且他們很不爽 很不清晨 他自己總是覺得自己真的沒有睡過 當然也有些人在醫院裡面要做夜更 我們叫做夜更 可能連續做三天 他們都沒有什麼好睡 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印度防紀的主要療劑 應用的地方 還有咖啡會令到問題更加差 看起來好像咖啡這個療劑 他們的神經系統當然是很興奮 他們經常眼光光地醒著 總之睡不到 這個也是印度防紀很適合的 好了 印度防紀還有很多神經系統的問題 例如神經系統的不協調 防紀剛性大 폭度 就是藉 좋 洛這個指導電影 可能突然漸漸 那皿溫濾不太知道 藉物塑造腰塊 這個療劑 都有適用一些緩魂 好 適用緩暈的問題 當然對大多重溫囂的問題 這個療劑在適用 還有一個療劑適合雲浪就是煙草 煙草的療劑適合雲船浪 雲車浪是更加好用的 譬如很多時候有些小朋友在車上掛著看書 沒多久就直接很雲,會嘔 或者你在車上看出車窗 看到周圍的東西、樹 一直經過經過 令整個人不舒服起來 然後導致作悶、雲起 這個療劑不僅是人 其實動物都有幫助 很多人喜歡帶動物出街 在車上動物嘔到一地都是 如果你給印度房機 給他30C左右 這個很快就會很好 所以雲車浪、坐飛機都很好用 有些人有雲浪的問題 通常你臨上車之前 你可以讓他先服用一點 有機會用了一輪之後 這種雲浪的問題 就可以全部解決了 這些人的阻礙情況 的情況就是很怕 運動不停轉 你不可以讓會 condu行 他這樣轉幾下 他會馬上暈醒 然後menThanks 除此危險 那麼,我也是對得相關的情況 到每位多目堅捧 地美方做到尿河 是口里面有一种苦苦或者是金属的那种味道 这个疗疗疗似另外一个窩性甲的疗疗似 都是有神经系统的症状 例如四肢僵僵 那种移动就像一种无导性的移动 或者不受控制的移动 这类的情况都可以考虑印度房企的疗疗疗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用印度房企 和康盛纳都可以用得到 就是老人家的食道这个问题 老人家突然觉得食道好像停顿了不动 食物停留在那里令它吞不到 或者食道就出现了竞乱这个问题 这个情况可以考虑两个疗疗疗疗疗疗疗 其中就是康盛纳或者是印度房企 康盛纳就是康盛纳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應用那些人是宿醉 就是醉了很多之後的問題 雖然大家第一個遼劑想到就是馬前子 但是在Coculus 也對宿醉這些問題都很有幫助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應用 就是那個小腸器 有些古溝的小腸器 有時候當然最主要的應用 都是睡眠不足 古溝的小腸器通常有兩隻大的療劑 一隻就是馬前子或者石蟲 如果你試過之後 有些小朋友出現這些 你可以試一下這兩隻主要療劑 馬前子和石蟲 如果你試過之後 效果都一般 你可以用一下Coculus 通常怎樣去幫助呢 它主要是令到你身體的筋膜 筋膜的組織就會硬一點 就是硬一點 不會那麼容易軟弱 因為有時候你用開刀這個方法 其實開刀都沒有多久 它是會打開的 所以最有效的 都應該是用療劑 所以內服的療劑 令到身體的小腸器 那個部位是強化一點 不要那麼軟弱 那這個就是更加徹底的 更加好的治療來的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